我才有你脑子里一天天在想什么 你怎么虚成这样了 我去找 苏苏了 体力有点透支 刚才那面说什么呢你 你想什么呢 我 我们去跑步去了 喜欢舅舅的手表啊 来来来 舅舅给摘下来你看看啊 喂 儿子 妈 爸 我回来试试 你们要这个 您怎么这样 你什么时候回来 还不确定 你是真的不满意 现在的生活 是吗 就因为 我想再有个孩子 是吗 你把英国关系搞错了 什么意思 你是真的想再有个孩子呢 还是想一次把我拴在家里啊 如果你能答应 你在家带孩子 我出去上班 咱们就扔二胎 怎么可能 你不肯牺牲你的事业 凭什么让我牺牲我的 不一样 那公司要有那么多人呢 在爸妈家 回去再跟你说 我不要 老板 你怎么这么压着呢 我怕她那么多人 就是 让我干掉 我老板说 我怕男人 我们的家里 你真正的 喂 您好 请问是家乡中学的刘老师吗 我是黄一梅的先生 他委托我 跟你们说一声 他怀孕了 对 情况不太好 最近也在住院呢 所以他没法亲自过来通知你们 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 我们都解决了 你们谁都别劝我 这婚我是接定了 别自作多情 没人劝你 小苏这孩子不容易 挺让人心疼的 不过儿子 你想好了吗 妈 人 谁都不是十全十美 我也一身毛病的 我跟他结婚 不冲着一百分去 现实一点 有努力 八十以上总都拿到完 什么一百呀 八十的 我哥那意思就是把结婚当成一场考试 好多夫妻 刚结婚的时候 你弄我弄 过不了几年 打得不可开交 爸 妈 那你们 给你们的婚姻打多少分啊 我们呀 一百二 八十五 怎么还有一百二啊 这是 他们俩啊 一人加十分 还真有你的 还有加分题呢 对呀 去 去椅子上坐会儿 去 来 自己看啊 谢谢你 还特意为我回来 我是为了我哥 我把他一辈子打光棍 你怎么那么着急走呢 不等我们离完这儿一块吃个饭 小叔幼儿园马上开学 为了不去准备准备 老方最近忙工资并购 没日没夜的 夜市得早点回去 你说一份注定不合格的 诗卷 要不要提早教卷 我知道他很努力 照顾这个家 让我们过上一时无忧的生活 但是我就是觉得 但是我就是觉得 越来越缠不上钱了 什么时候开始的 等一开始的不是一路人吧 那我不走了 我先走了 你感谢你的备客 来 你走了啊 待会儿再看 来 来 拿行李 我跟舅妈说拜拜 舅妈再见 拜拜 我抱抱你 我会想你的 你会想救妈妈 那我到上海给你带好吃的 好不好 拿过去 跟着 去吧 你终于睡 hebf 哦 呃 新婚快乐 嗯 爸爸 嗯 夏初 嗯 爸爸好想你啊 夏初啊 北京好不好玩 好玩 那都去哪玩了 小公园 还有大公园 嗯 谁带你去的呀 姥姥 姥爷 嗯 妈妈没跟你一起去啊 妈妈让我和姥姥姥爷一起去的 哎 小初 你看 爸爸给你买了你喜欢吃的蛋糕 想不想吃啊 想 那夏初乖乖地去把手洗一洗 好不好 好 去吧 你有什么话直接问我 干嘛套孩子花 我这是关心你们俩 怎么能教套花呢 并且你不想让我知道的事 你早就已经教过他怎么回答了 不对吗 你觉得我会教孩子撒谎吗 不是由你脑子里一天天在想什么 我 就谁家了 为什么 喜欢 爸爸 我洗好手了 我要吃蛋糕 好 来 小初 坐 爸爸 给你吃蛋糕 来 来 эк 是不是你喜欢吃的 骑 骑 那你也要做碗了 小初 骑 骑 骑 还要骑大马吗 那小初要坐稳了 他怎么想呢 有人给你打电话了 爸 爸妈打针 打针 你给他拿盘子 小初 睡觉了 睡觉了 来 大初 今晚想不想 跟爸爸妈妈一起睡啊 想 他自己能睡 小初 爸爸给你讲故事要不要 好 我要听小红帽的故事 那大初叫妈妈一起过来睡 好 妈妈 咱们跟爸爸一起睡 好吗 小红帽 好 今辈子里 小红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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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给你讲小红帽的故事 从前有一个人见人爱的小红鸟 她喜欢带着外婆送给她的一顶红色的天鹅绒的帽子 于是 大家就叫她小红帽 有一天 母亲叫她给住在森林里的外婆送食物 并且叮嘱她不要离开大陆 走得太远 小红帽在森林里遇见了大陆 是 My Program Marih Go 还生气呢 你不能每天晚上弄上我了 Fortunately retain me 我不想上耳带 我不想上耳带 只要遭家人 安全风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7号目 2号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